嗨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嘉義市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有一家很老的建築物 然後現在它把它裡面改建得很漂亮 它是一家叫2540的藝文空間 在嘉義應該算是數一數二的一個 專門在辦藝文展覽活動的一個空間吧 那我們今天稍微跟你們介紹一下這個空間 因為相信你們有很多同樣喜歡藝文活動的人 想要在嘉義市找一些藝文活動、藝文表演 會找不到地方的 這裡絕對是你最需要來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過去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老闆一貞傑 嗨 那我們現在請我們的老闆 替我們介紹一下這家店 為什麼叫25×40 就很簡單 25歲想開店 然後一直到40歲才開這家店 醞釀了15年的時間 可是這樣人家不就知道你的年紀了嗎 還好吧 你會覺得我看起來像幾歲 25 剛開始 對啊 大家都是這樣講 那這個是一個老屋改建的嗎 是 它的天花板全部都是Hinoki的 還有這個空間的主要梁柱 都是檜木的 那個老牆面 之前就壞掉了 然後我把它留下來修復 才可以看到牆面的什麼構造 配色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 牆面就 以前的顏色就是白色 那我就覺得 那就不要讓顏色太複雜 那空間的話 我就是盡量讓它低調一點 讓它保留原樣這樣子 那平常可以來參觀嗎 可以啊 我們店內 因為是舊屋裡的其中一家店 所以我們非常歡迎大家走進來 觀賞一下這個檜木屋的美 那也有一些飲品 手作商品 所以平常日如果不是活動的時間 也可以走進來 喝杯飲料啊 或者是開會 都很適合 所以嘉義的同胞們 如果你要辦一些活動啊 你最首選的 就麻煩請你來25x40 找我們的益政節 它會幫你搞定一切 好 那我們訪問完25x41 文空間 然後待會晚一點 我在這邊要辦了一個 有關流行音樂創作的講座在這裡 那大家可以有空來看看啊 好 好 好 剛才就講座結束了 累死了 超累 肚子餓了 我們現在帶你們大家來 嘉義一個最強的小野 排隊排成這樣 每天都是排成這樣 然後我們outdoorboys 需不需要排隊呢 還是要排隊 沒有特選 我們沒有特選 希望未來我們來這裡 不用排隊 真正 賣 鵝拉蒸 我覺得他們的海鮮意麵 非常好吃 然後還有 嘉義著名的特產 絲目魚肚 還有漁場 絲目魚的英文怎麼講 不會吧 在下面留言 不是mukepish嗎 對 mukepish 我知道 outdoorboys很國際化的 下一個就換我們了 大概等了二十分鐘了 你看這個鵝拉蒸 老闆認出我們了 他給我們 豪華版鵝拉蒸 比隔壁桌厚了一倍 哈哈哈哈 然後都問我的特權 有看到這個滿滿的 料嗎 超級豪華 我點了鮑魚粥 我點鮑魚 會不會是杏鮑菇啊 假裝鮑魚喔 不要面了我 哈哈哈哈 好像真的厚度 加料的 這絕對加料的 你看旁邊的沒有那麼厚啊 我們來看你吃喔 啊 爽啊 我要吃我的鮑魚粥了 現在在做我身上 真的是鮑魚耶 很鮮 他不是星鮑魚粥 他不是星鮑魚 啊 好爽喔 爽啊 爽啊 看滿滿的油脂了 你看看 等一下 等一下 太油了 我要一口湯 哈哈 太油了 滿滿蠻辣的蠻辣蒸 超好吃的 好像要買單耶 老闆證出我們了 剛剛他跟那個服務人員 意識購買我們的單 大哥 老闆你幫問他吧 是假的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告一萬落囉 我們是奧奧奧奧奧 見到下次見 老闆娘是傳說中文化錄美魔女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對對對 哈哈哈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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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